生命大概就是这样 什么时候你干什么事特别舒服 大学里面要不要谈恋爱 恋爱是要谈的 但是大学最主要的是什么呀 学习 读书啊 这怎么变成了你们这昏昏噩噩的 好好回家学习去吧 该找工作找工作该干嘛干嘛 谈恋爱不是为了刺激 谈恋爱不是为了炫耀 谈恋爱是因为我们真的爱对方 请珍惜好不好 男生想清楚 不爱人你直接跟人说 就别再闹了 好了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其实刚刚听了各位老师这么多话 我也明白了很多 可能我们都还是不够成熟 对于我们的感情 也很抱歉之前 这样对你给你造成的一些 你觉得不好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可能都需要一点时间 各自地去想一想 我觉得 听了今天这么多老师的说辞 我确实觉得 我有很多事情是真的没有在乎你的感受 不好意思 我真的这段感情 我觉得很累 或许是我们真的不合适 当那小伙子说 也许我们真的不合适的时候 这姑娘的眼睛瞪得比牛铃还大 她瞪了我一眼 现实就是这样 学会接受 这就是生活 两位请回吧 请回 来请关门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我把时天天圈的用户提问说 和女友在一起三年多了 最近她总挑事 动不动就说分手 有一次居然没帮她充话费 她就要和我分手 这样的女人 你试一次分手就知道了 所以女同志啊 别老拿这个分手 跟男朋友说啊 真分了可能你还承受不了 没事